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辛亥革命后 我国采用功利纪念 元旦改为了功利的1月1日 过年和元旦才独立成为了两个节日 但是 一说但是就代表知识点要来了 即便是多用农历 古人过年也并非都在中月初一哦 上周时期有时候将农历11月作为岁首 于是就会在11月初一过年 有时候又会以农历腊月为岁首 于是就会在腊月初一过年 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啊 以每年农历十月为岁首 于是呢 过年又改在了十月初一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颁布了新的立法 太初历 将农历正月定为岁首 从此过年定在了正月初一 后世再未更改过 所以 我国正月初一过年的传统 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 到现在已经有2000年了 我们都知道 我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 而文明的起源多以农事为基础 这也让中国人自古对春这个季节最有感情 在秦汉之前 我国重大的拜神祭祖 纳福齐年 除旧布新等活动都在立春时日举行 汉武帝将正月初一作为岁首日之后 很多立春时节的传统活动 就转移到了过年这一天 所以古人过年就是围绕着春展开的 后来也因此有了春节的说法 古人过年这一天为了迎接春的到来 会有各种迎春的活动 首先是服装上 现代人过年一般都会穿红色 代表着红红火火的喜庆 但古人过年穿的却是绿色 因为绿色是春天万物复苏的颜色 古代统治者讲究天人感应 所以穿轻衣迎春便成为了过年的传统之一 后汉书李仪志记载 过年这一天 金师百官皆衣轻衣 郡国县道官下至斗石令氏 皆服轻则 这里的则 指的是古人戴的头巾 过年这一天啊 首都的官员都要穿绿衣服 而地方官员都要戴绿帽子 民众还会在自家门前立起青色的旗帜 如同今天挂灯笼 很有意思吧 绿色其实在古代是比较低微的颜色 但在过年这一天 它突然就像是咸鱼翻身了一样 木枝所及全是绿色 又是平安的一年 来 我敬大家一杯白夜酒 希望新的一年远离疾病 平安喜乐 不能喝的就以水代酒吧 也别勉强 爷爷 少喝一些 身体健康 好好好 健康 健康 吃饺子咯 这饺子是素馅 但我在两个饺子中包了铜钱 看看谁会吃的 我也要吃 说到饺子 我现在都有点流口水了 其实啊 我们过年吃饺子的历史并不长 论源头的话 饺子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有了 它的起源是馄饨 三国时叫月牙馄饨 南北超时期叫馄饨 唐代把饺子叫眼月形馄饨 宋代叫饺子 不过这个饺子 是金饺大王 银饺大王的饺 这时候已经和我们今天吃的饺子 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再往后走 到了元朝 称饺子为贬食 明朝万历年的晚属杂记记载 元旦拜年 做贬食 也就是说 过年吃饺子的传统 至少要到明清时期才形成 距今大概是五六百年的历史 说完了穿 说完了吃 接下来再说说另一个很经典的春节习俗 装点门面 现代人过年会在门口上贴符字和春联 古人过年也会装点门面 但不是贴符 而是贴鸡 最早的时候 人们过年这一天会在门口杀鸡 然后将鸡血破于大门之上 后来人们觉得这种方式过于血腥 就改成画一只鸡贴在门上 鸡的旁边还要挂上陶符 陶符就是刻字的陶木板 上面刻有两个神人的名字 据说这两个人能够驱赶恶鬼 所以挂陶符能避邪防害 到了宋朝 陶符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人们将结构对账的短诗 体写在陶符上 这就成为了春联的前身 至于门上贴符的传统 在唐朝时已经演变成为贴门神 当然了 古人过年的传统还有很多 比如采花 燃爆竹 放灯等等 再说上一天一夜恐怕也说不完 你的春节都是怎么过的呢 也会穿新衣 贴春帘 包饺子吗 欢迎把你的春节故事留言告诉我 我是樱桃少女303的张亦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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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